自从那天一病之后,周室皇后在床上一睡半个月,这半个月,她牙关紧闭,既没吃到一粒饭,也没喝到一滴水,根本还没醒过。 哦,如果不是,她身体里面还有一丝的瘟热,鼻干呢,还有微弱的气息,恐怕很多人就以为,这位令人尊敬的皇后已经过世了。 皇后这样的情形,实际周室皇都不知道多么忧心,个个御医都被她骂了几次,但是,那些御医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病, 用尽一切办法,你依然一囚莫展,既找不到病因,更加摸不准墨像, 那也不知道皇后是什么病,也不敢乱用药,周宴皇越,骂得厉害, 大家就更加越是不敢乱动手了。 所以,当姬雨姬雪两个人,带着琴尸,回到皇后寻供的时候, 有几个御医,正在宫门之外,大家在商量着,人人都神色沮丧,满面受容。 既雨之道,再跟他们聊天,都拿不到什么说话出来的了, 索性带着琴尸,一起走进去,在珠廉之外,摆开琴堂。 对于这位老琴尸来说,正所谓人海茫茫的知音难觅, 皇后不单是她衣食父母,更加是她难得一遇的知音, 但凡是有事,无论高兴还是担忧,皇后总要派人请琴尸来她弹奏一曲, 而且每次都要她弹高山流水,所以不要说鸡说鸡语, 就算是皇宫里面服侍皇后的人都听得熟悉, 只要一响起琴声,大家就知道肯定是琴尸到了。 这个时候,面对着自己的知音,琴尸真的白敢交杂, 她只有将高山流水弹得更加临尼尽之, 清幽的琴声之中,又加上了半诗的悲良, 在书院之中,又添上了一分的哀怨。 琴尾跪在皇后身边,握住她的手, 将耳朵瀑在墓珊的胸口那里, 听着她缓慢的心跳。 这个时候,距离皇后当日, 吃了笔谷纸,那粒尺丹, 已经是将近半个月了, 或者时间刚刚好, 又或者真是这些美妙的琴音, 和皇后产生了一些和应。 在这两曲就来弹完的时候, 琴尾忽然间听见, 本来跳得非常缓慢的, 母后的心跳突然间加速, 又力起上来, 哎呀,她好激动, 大声地说, 先生,先生啊, 母后有反应啊, 你快点弹,重头再弹啊。 听到皇后有了反应, 琴尸就更加激动了, 她抖手精神, 由高山开始, 又将两首曲再弹一次。 到了流水一曲未弹完的时候, 皇后的手指竟然动了一下, 既然就紧紧地握住皇后的手, 母后,母后。 叫得几声, 皇后终于慢慢醒了, 哎呀, 母后你醒了, 母后你终于醒了, 母后。 皇后向月姬雨笑了笑, 眉上眼睛, 休息一会儿, 才慢慢张开。 这个时候, 那些工女已经立刻就走出宫门, 向御书房直奔过去, 要将这个好消息亲口告诉天子陛下知道。 皇后, 母后,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? 哎呀, 鱼儿, 母后有件很重要的事, 你要立刻去做啊。 什么啊? 有什么这么重要的事啊? 母后你即管吩咐啦。 十五日啦, 我估计, 她都应该来到了啦, 你马上去街道, 帮母后找一个人啦。 找谁啊? 找一个, 有两条白眉毛的老人。 白眉老人? 嗯? 嗯, 你, 母后啊, 你是不是要与仪将她请进皇宫里边呢? 见到这个人, 你不用对她说什么的, 快点回来, 告诉母后听就是啦。 嗯, 母后, 那, 那我现在出去的啦, 你, 你千万, 你千万要醒住啊, 千万不要等我回来, 你又, 哎呀, 得啦, 快点去啦, 这件事好紧要的。 姬雨松开皇后的手, 慢慢地向宫门走出去, 未走多远, 就见到周显皇, 和姬雪, 以及其他几个御姬, 也都听到消息, 正向着这个方向的侧走过来。 姬雨见到大家都过去了, 这样才放心, 即时, 回到自己房里边, 叫上贴身的仕皮香莓, 两个人换上平民的服饰, 就在皇宫侧门那里偷偷撩出去。 姬雨头上面, 戴着一顶遮阳的豆粒, 肩膊披着沙巾, 腰间挂着宝剑, 好像, 正在匆匆旅行之中, 刚刚来到这座城市那样。 他一路走一路周围望, 望下边树, 有一个生着两到白眼眉的老人。 老实说, 当时的洛阳城, 就绝对没有今天那么大的批模, 只有几条大街, 那要找一个人呢, 事实上, 也都不算太难的。 那个香莓就仕皮打扮, 寸步不离地跟他身后, 而这个时候, 因为他琴尸离开, 所以没有人上课, 那些黄孙公子是大家即时四散, 将而见到武士, 也都出街行下了, 啊, 谁知那么随便一行, 就见到一位美女, 正向着自己走过来, 他定眼一看, 咦, 这个不是在太学里面见到的二公主? 他当堂的心, 就好像藏了一只野兔进去那样, 啵啵声猛地跳, 双脚亦都不由自主地, 在后面一路跟过去, 而这个时候, 鸡羽双眼呢, 虽然四周围这么看, 但是他的注意力, 只是看着周围, 有没有一个生着白眉毛的老人, 所以不要说跟着他身后的章仪, 就算来他前面有二十几步远的苏巡, 他都没有留意到, 反而是他身后的香梅首先看到了, 哎呀, 公, 他本来想叫公主的, 怎么知道他主字还没出口, 香梅立刻意识到自己讲错话了, 立刻改过来说, 小姐呀, 你看前面那个人, 鸡羽顺羽的手势一看, 咦, 这个不是就是那个苏巡, 那个被人羞辱的, 漏口的年轻人, 这阵时, 苏巡已经是头哒哒一路前行, 那把木剑就被他打到拼背在肩头上面, 看上来都算挺好玩的, 香梅呢, 似乎好怕苏巡听到, 小小声说, 你看看那个人, 吓, 掉转来揹着把剑都有的, 鸡羽都是第一次见到苏巡背剑的样子, 不禁忌忌笑一笑, 放慢了脚步, 又把斗粒拉低了一点, 他惊着被苏巡认出来, 慢慢地跟在苏巡身后, 伤眼依然在搜索一下, 周围有没有个白眉老人, 苏巡这个时候正是白无聊赖, 他走一阵, 然后偷偷地在三袖笼里面, 拿出积雪跌低的那条手巾仔, 仔细地看一看, 然后将它放在自己胸口那里, 眉上眼, 不知在那里说什么, 男男自愈地说了几句, 跟着, 先小心翼翼地, 又将那条手巾仔放回到三袖笼里面, 再次向前行, 在他前面没有多远的地方, 那道童正是手持招番, 笼谷子说, 孙桑啊, 我的肚皮好像在打鼓一样咯, 哈哈哈哈, 站定, 站定啦, 送钱的很快就要来的啦, 那道童听到, 那他知道呢, 笼谷子是从来都不骗自己的, 立刻斗手精神, 又重新企直的身体, 顺眼一看, 咦, 见到苏秦呢, 正是向着这边走着过来咯, 而且他顺眼, 也都在望着那条旗杆, 他一天都说, 孙桑啊, 你, 你望着那个送钱给我们洗的, 就是这个怪人啊? 鬼谷子点一点头, 那道童有点于心不忍啊, 先生, 你都知道啦, 他身上只有一个铜钱, 我看得出, 他自己都很肚饿的啦, 哈哈哈哈, 想不到你心底那么好啊, 不过心底好, 就不可以当饱饭吃的, 咦, 要是这样啊, 如果你觉得不肚饿的, 那维斯现在就收了一支旗帆, 我们大家呢, 就找个地方忍一下先咯, 咯, 那道童都没想好点答他, 苏秦已经走到他们身边, 鬼谷子是立刻闭上了对眼, 而那道童呢, 也都立刻扶回正旗杆, 苏秦看着那支旗杆, 远观万里彭情, 近判丹籍祸福, 哦, 原来他们是算命的, 他想了一会儿, 或者彭情这两个字是太有吸引力了, 于是, 他即时走到鬼谷子身边, 谋帝身说, 呃, 先生, 先生, 客官有什么事呢, 请讲, 万生想求回一支, 呱, 哦, 我的呱, 原官可知过去未来, 近官可求担值和福, 大可以推断你一生命运, 短, 可以即时判别你的婚丧嫁取, 不知道客官想颇什么挂呢, 马, 万生, 想, 想, 想问一下我, 我的人, 人生, 好, 那你先给挂钱呢, 在旁边的过路行人, 见到有人算命, 于是, 大家围来看看吧, 这个时候, 机遇都行近了, 他一眼就见到鬼谷子那两道百尾, 当同轻轻吐一口长戏, 本来呢, 他应该即刻就回到皇宫, 将这个消息告诉他母后听, 但是见到苏秦在那里算卦, 忍不住, 也停下脚步来看了, 苏秦听到人家说要收挂钱, 将一手伸入三宗笼里面摸了摸, 万生请问先生, 几多多多, 如果你想知道一生命运, 金饼一枚, 如果想知道分桑架取, 同板十个, 苏秦听到一天都面色一变, 本来呢, 已经在三宗笼里面摸钱的了, 拖鞏和手都僵在那里, 我, 我, 这个时候, 张仪也逼过来了, 苏秦见到大家越为越多人, 自己也脱不了身, 当堂只要很尴尬地说, 万、万生没、 没、 钱啊, 他越紧张越闹口, 众人见他闹口闹得这么个人, 人人都笑了上来, 苏秦见到这样更加觉得丑了, 正想站起来就奪路而逃, 贵谷子就说, 我看客官一定是想知人生命运, 你伸就手出来了, 鬼谷子的声音, 好像是一股神力一样, 苏秦不由自主地, 就将自己的左手递出去了, 人家算命呢, 都是看人家的掌纹而已, 但是那个鬼谷子呢, 他伸手搭着苏秦默默, 好像跟他看病一样, 在旁边的人忍不住叫了, 喂喂喂, 大家看一下, 这位先生真的过瘾了, 打过番呢, 是说看相的, 怎样知道人家伸手出去, 他就变成看病的, 也有人负我说, 喂喂喂, 各位, 有没有见过有人是把脈算命的, 这位算命先生, 又说郎中大夫呢, 哎呀, 真是怪, 怪了, 更多的人是一起笑起上来, 鬼谷子是不理那么多, 把着阵满, 他敢先眉上双眼吗, 客观你天赋异品, 将来, 一定是贵智卿上, 哎呀, 劳夫恭贺啊, 众人听到, 人人都觉得惊奇了, 有人是指着苏秦说, 不是啊嘛, 这个这个漏口仔, 看着他啊, 窮到连挂钱都不知道, 给不给得起, 他现在, 会贵智卿上, 大家有没有听见过一个漏口卿上啊, 众人听到, 一齐大小了上来, 有人认到苏秦, 大声叫, 喂, 这个是城外, 欠尼寸, 素妇家, 他个乙子哦, 嘿, 什么贵智卿上啊, 他家里耕田的而已, 这个臭小子, 根本上呢, 就无心中田, 天天都流离浪荡, 这样的人会贵智卿上, 哎呀, 这些人啊, 激死老豆有份, 又有人说, 嘿呀, 这么大上头啊, 怪不得他是天赋异品咯, 众人一齐又少了上来, 但是苏秦呢, 却是不觉得丑, 也都不生气, 他慢慢向鬼谷子跪低, 连拜三拜, 多谢先生, 但是万生, 没, 没那么多钱啊, 他在三宗笼里面, 摸出那枚铜钱, 公公敬地放在鬼谷子面前, 万生, 只, 只有, 这枚铜钱, 不足以, 求谢先生了, 客官请起, 老夫要的就是你这枚铜钱, 剩下的那些钱, 等你第二天官拜卿上的时候, 再还回给我都不迟了, 多谢先生, 不等鬼谷子再出声, 人贫之中, 他忽然间又有人一声冷笑, 中人一看, 原来发出冷笑的是张仪, 鸡鱼转转转头, 一下子就认出张仪了, 他不如吃着惊, 即时将他斗粒打斜罩在面上, 张仪其实一早就已经认出鸡鱼公主, 他知道, 二公主也认出自己, 这个正是自己显示才气的机会, 当同胆气一撞, 打斜立了眼鸡鱼, 马上就向着鬼谷子走过去, 喂, 你位算命先生, 我说你牛皮都吹得太厉害了, 其实鬼谷子也早就发觉他, 他微微一笑, 客官怎么这么说呢, 你那支招番上面写着, 远官万里彭程, 近判但夕和福, 彭程万里, 这么远的事, 一时间谁都没办法验证, 那就可以顺口开河的, 万生请问你, 单直和福先生, 你算不算得准呢? 哈哈, 既然敢写, 当然算得准了, 好啊, 如果是这样的, 万生就有些要为难先生了, 我想请问你一声, 这几日之内, 万生有没有什么和福啊? 鬼谷子这一次, 连麦博都不回答他, 只是轻轻瞎大眼, 由头至脚打量了张仪一番, 就会遇到他这一生人之中, 一件大喜事, 战博中华, 精彩继续!